这片一望无际的稻田 笔直的道路就这样横更在了稻田的中央 好像只要走在这一条路上 就能够到远方的山头 无论是星星向荣的翠绿 或是收割前的金黄稻穗 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如此让人心旷神仪的美景 受到波浪咖啡的青睐 在这里拍了广告 而声明大造 也因此这条田间小路 那时有了波浪大道的名称 后来更因为长荣航空 找了金城武在这个地方拍广告 所以有了明星的加持之后 波浪大道吸引的赏景游客 更是车水骂龙 就连广告中出现的树 也有了金城武树的名称